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三条特别值得关注的新闻 首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圆满结束 这次选拔不仅延续了年轻化的特点 还首次包括了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 为未来的登月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专家表示 这一批次的航天员将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为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做好准备 接下来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消息的更多细节和影响 接下来 美国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 拜登因持有枪支重罪被定罪 拜登迅速发表声明 表达了对儿子的爱与支持 尽管有罪判决可能对拜登的公众形象造成影响 但作为父亲 他更关心的是亨特的戒毒成功和家庭生活 在审判期间 拜登与家人一起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表现出对亨特的支持 显示出家庭的强大纽带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家庭故事的发展 最后一条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烟草业 超加工食品业 酒精业和化石燃料业四大产业严重损害公众健康 每年导致欧洲270万人死亡 报告指出 这些产业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阻碍公共政策的实施 威胁公共健康成果 世卫呼吁各国加强对不健康产品的监管 以保护公众健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乔报报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经完成 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入选 其中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来自港澳的载荷专家 选拔工作自2022年下半年启动 经过初选 复选和定选三个阶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表示 这次选拔范围更广 包括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和来自港澳的候选对象 专家认为 这批年轻化的预备航天员 是为未来中国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在人登陆月球 现有航天员的训练 包括野外实习和地质考察等科目 嫦娥6号月球探测器也传回消息 宣布月球出差群已建好 嫦娥7号任务计划于2026年前后发射 将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月阳水冰等 乔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 拜登因持有枪支重罪受审 拜登在陪审团做出有罪判决后发表声明 表达对儿子的爱与关怀 拜登表示 他和妻子吉尔维·亨特 在戒毒过程中展现的坚韧感到自豪 拜登的助手和盟友 担心此事会影响总统的公共形象 但拜登更关心儿子的健康 拜登在亨特审判期间 待在威尔明顿的时间比平时多 表明对儿子的支持 亨特在个人声明中 感谢了妻子及家人的支持 虽然亨特的定罪 不会影响他接近父亲拜登 但白宫因此事 取消了新闻秘书的简报会 并全力迎接拜登返回威尔明顿 拜登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 呼吁对枪支购买 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但没有提及儿子的情况 明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批评烟草业 超加工食品业 酒精业和化石燃料业 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每年导致欧洲270万人死亡 超加工食品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糖 油 脂肪和盐 并添加各种添加剂 常见的包括碳酸饮品 薯片和即食面等 报告指出 这些行业的跨国企业 在政治和法律层面 发挥强大影响力 阻碍影响利润的法规和政策 并通过误导消费者 和虚假宣传进行行销 世卫欧洲区总监克里热表示 这四大产业 每天在包括中亚在内的53个国家 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 呼吁各国对不健康产品的营销 和政策游说进行严格监管 世卫称 不健康饮食习惯 导致欧洲近60%的成年人 和1%的儿童超重或肥胖 东方日报报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儿慈会近期因为义工科某校 涉嫌诈骗事件而备受关注 科某校曾是接受儿慈会救助的花儿家长 并于前年11月 开始参与9958儿童大病 紧急救助项目的相关工作 然而 去年6月至8月间 他以项目名义 私自向花儿家长筹集资金 卷走近千万元人民币 民政部经过全面调查后 发现基金会内部管理不规范 救助项目操作违规 未依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动 且为依法履行 资讯公开义务等问题 对此 民政部对基金会 做出停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并将其列入社会组织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同时 基金会副秘书长 9958项目负责人 王某因涉嫌职务犯罪 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东方日报报道 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 MIVD近日发出警告 指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 比之前已知的更加广泛 攻击目标涵盖数十个西方政府 国际组织及国防相关公司 MIVD声明指出 一个或中国支持的黑客组织 去年对荷兰国防部 进行了黑客攻击 数月内在全球造成至少2万名受害者 甚至可能更多 声明还警告 这些国家行为者 很可能仍可访问大量受害者的系统 MIVD敦促相关组织 采用假设入侵的资讯安全原则 即假设成功的网工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暂未回应上述报道 但中方多次否认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 并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网工 乔报报道 美国龙运少林功夫学院代表团 11日在北京首都体育学院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 代表团观看了大学生的武师表演 并在大学生的指导下 亲身体验了武师的乐趣 这次交流活动不仅展示了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也为两国青年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和学习的平台 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学到了新的技能 还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乔报 鲁班索拆装大赛决赛 11日晚在山东腾州的早庄科技职业学院热闹举行 160名参赛选手齐聚一堂 展示他们的拼手速技能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而激烈 选手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拆解并重新组装鲁班索 展示出高超的动手能力和思维技巧 观众们也被选手们的精湛技艺所吸引 纷纷为他们加油助威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 最终冠军诞生 现场掌声雷动 欢呼声不断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选手们的智慧和技艺 也弘扬了传统文化 激发了更多人对鲁班索的兴趣和热爱 星岛日报 内地知名艺人胡歌 在睽違六年后再次访台 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12日 胡歌应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 同业工会的邀请 赴台北与两岸青年影视创作者交流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胡歌的到访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据了解 胡歌此次访台形成相当低调 下午将在松山文创园区 出席对话青年活动 全程不对外开放 当晚他将留在下榻饭店简单用餐 13日一早便前往桃园机场离台 此次短暂的访台行程 不仅展示了胡歌的亲和力 也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 乔报 大陆知名演员胡歌 睿为六年再度赴台 参加对话青年活动 与两岸青年影视创作者进行交流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胡歌的到访将为两岸青年朋友 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 据悉 胡歌此次形成低调 计划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出席活动 并在台湾停留不到24小时 台陆委会表示 胡歌此次赴台 是一相关规定 以短期专业交流事由专案申请的 乐见两岸通过影视作品增进了解 也欢迎大陆演艺人员赴台分享经验 胡歌的到访 不仅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 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香港电台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国 获取用于人工智能的晶片技术 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市场的 新型硬体技术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 美方官员何时会做出最终决定 但他们正在仔细考虑 新规则的具体范围 据透露 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技术限制 使中国难以组装 构建和操作人工智能模型 所需的复杂计算系统 并在这些技术商业化之前 封锁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技术 对此 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 美方应将不寻求与华脱钩 不阻碍中国发展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保护主义做法 停止对华科技封锁限制 停止扰乱国际经贸秩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